長路慢慢自然學走過 很多時候雖然好像很悍悍 但真的會有很深的感受 Hello AM730的讀者 我是Hailey 陳希文 香港滑落風阪運動員 我很開心 很榮幸可以在 今屆香港代表團的一份志 特別見到這麼多拿到牌 或者沒有拿到牌的運動員 大家都有很出色的表現 真的很忐忌 有很多不同的消息 傳聞 也不知道是否你的努力 是否真的會有這個機會 讓你上舞台 有最壞的打算 但做最好的準備 去到香港機場 坐飛機去東京 那一刻真的很開心 所以我都叫我家人 來送我機 我很需要一份祝福 好像大家完成了一個里程碑 那天是成績賽得最好 有場第三個日 教練都很滿意 而且他問我 今天做得很好 因為他平時很少贊 阿櫻是教練 他觀察風很準 所以我跟他比賽前 聊了 就覺得走右邊好一點 其他人可能都是陽群心 你看到大家走哪邊就走哪邊 但因為我們有信心 右邊好 就算很多人走了 我都相信教練 相信自己的判斷 走了右邊 然後回來 結果是 原來上風浦已經是頭三 我很固執 可能我很多事情 不明白教練為何要叫我這樣做 或者我知道要這樣做 但我做不到 可能會經常跟教練在海裡吵架 或者發脾氣 但是 其實我們一直以來 目標都一致 雖然很多時候 我都很討厭你 但是 我都由你身上學到很多東西 還有你對我的改變 這幾年是很大 也都希望 沒有令你失望 也將來不會令你失望 最深刻的是 他那時候 我輸了奧運的選擇 然後他就要逼我做一個 抉擇 究竟是繼續做運動員這條路 還是不做呢 輸了之後 你究竟做什麼的選擇呢 你是否會找到一個方法去改善自己呢 還是你覺得自己已經去到盡頭了 就可能在其他東西裡重新出發呢 如果我過不到這一關 他覺得我很大機會在其他東西 我都會遇到一些樽頸位 那可能我就會變成很容易放棄的一個人 我習慣會寫日記 還有聽過 寫一些歌詞出來 去舒服我的情緒 這幾年 因為認識了我 未吩咐 跟我聊天 或者點醒我 很幫助我走出每一個困境 本身自己也有作為教練 他很明白教練的角色 或者教練的看法是怎樣 所以很多時候我和阿英吵架的話 他不會偏幫我站在我那邊 但他就會翻譯成為我必須要去學習的一件事 我那時就想考慮退役 我覺得 我又 奧運好像還有一段距離 而亞運會也是退步了 看不到好像還有沒有得進步 開始懷疑 他就跟我說 你現在是有得選擇 因為我又不是因為受傷 或者教練不支持我不給機會 但是如果我不把這個機會 我就永遠是去那一次倫敦奧運 然後輸了選擇 再去一次亞運就放棄的一個運動員 但是如果我真的努力去拼搏最後這個機會 去到東京奧運的話 就是完成了自己的目標 他說他很期待見到這個陳希文 風的營造 一路他講風 還有他講 可能現在很多人都會移民 或者要離開很熟悉的家 那種心情 其實我會想 我這麼多年 一年可能只有三個月去香港 就經常要執行李 執行李 跟隊友出去訓練比賽 有時候都會考慮我的樓梯的時候 我是否想繼續這樣的生活 我是很喜歡海 但是如果你有了家 其實可能又是另一回事 首先要先籌備好的分底線 原來都發覺原來都很多東西 特別在疫情下很多未知數 我會先回港大讀書 運動員方面會先操作兼職 我由2010年入學 現在2021年 我只是完成了一年 都希望可以盡快完成 我都累積了很多年的比賽經驗和技術 都希望跟大家分享 因為我這麼多年來 都接受了不同的教練給我的得著 都希望可以學習一下如何以教練的身份去幫助運動員 雖然我自己做不到 就是在奧運那裡拿不到獎牌 但是很希望可以看到滑流風法運動員 特別是可以站上奧運的頒獎台 也最希望可以成為一部分 連合作充項的速度 都會感動